那是古时候 还可以讲两次 我们现在帮人家归过 您觉得说几次就好了 一次就够了 真的 说一遍就好了 而且一遍说一遍 看他的眼睛 看他的表情 他如果眼神变了 表情那个脸拉下来了 您就不要再畅所欲言了 赶快话锋一转 然后就夸他两句就好了 不要再说了 再说当下就 好朋友甚至都变成是仇人了 现在人的心浮气躁 成恨心很重 甚至于多年的朋友 您哪一天看到他有做错了 想要劝他改过 怎么样呢 几句话 两人就反目成仇 所以现在有人讲这样一句话吗 翻脸如翻书啊 翻书 一下子把那一页翻过去了 现在人呢 真的不像古人那么样的厚道 别人批评我们感恩 谢谢 就算他讲错了 我们也是谢谢人家 那人家才会继续地说我们吗 我们如果说 人家才讲一点点 我们就忍不住了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来说我们的毛病了 下面继续讲 口业不及他过者 是由于一业之 不见他过也 什么叫大德啊 能够做到这两句话的人 能够做到这两句话的人 就是大德 怎么说呢 他不见别人过 一个真正念佛人 他看着别人有过失 绝对不会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的他只有三桩事情 什么事情呢 真信有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第二个 真的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第三个 他一天到晚都在专心念阿弥陀佛 这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当年唐朝时候的惠人大师 在谈记里面也教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他人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 却相拙 左边的拙 那个拙就是堕落的意思 退转了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张口闭口 就说人家 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我们可要知道因果关系 我们说别人不好 别人也会怎么呢 当面背后 说我们的不好 宁众这样的因 肯定会这样的果报 会抱在我们的身上 下面再讲 他者 这个他的范围大 他是指 一切有情众生 尽言之 则包括有情无情 万事万物之一切法 这个范围就非常广大 所以我们自己 要常常想到 我有没有缺点 不要一天到晚眼睛 看别人有没有过失 耳朵听别人有没有什么毛病 一切无过 万事万物的一切法 一切无过 本自无然 清净本然 本自原成 大家看了愣眼睛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 都要能够做到什么呢 守住自信 自信是什么 用本经的经题就很好讲 是清净平等觉 这个也就是经上常说的 佛知佛见 如手嫩言意为 这是那个经上所讲的 手嫩言是什么意思呢 翻成中文就是 一切是究竟坚固 前面我们报告过 三地三观 如果从中地去看 确实一切是究竟坚固 用中观这个看法 看宇宙看万法 那是原教出租以上的菩萨 这是法身大事 用空观 多半是阿罗汉 皮子佛 这是小圣 用假观 是三圣菩萨 这是还没有明星见星的菩萨 也就是实法界里面的 实柱实行 实惠相的菩萨 又如原觉 这是原觉经上所讲的 诸界定慧 及引路痴 拒事放亨 有一切烦恼 必尽泄脱 事故一切平等 无有可及者 这一段话我们要细细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 有义无喜欢去讥笑别人 因为我们心不平等 果真达到绝对的平等 那就没有可及的事跟对象 我们接着再问 为什么都平等呢 因为不管是善法还是恶法 到最后都归于什么 都等于零 都是空的 所以波日经上说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一切善法等于零 一切恶法等于零 零跟零还有什么差别 都不都一样 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 真正懂得三观的人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没有入这个境界人 他还不行 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的人 他会常常有烦恼其先行 他有分别 他有习气 他有妄想 他有执着 有分别 那这样子就把自信的亲近 给破坏掉 不但自信受到染污 也会让这整个周边的环境 受到负面影响 所以佛菩萨修的是什么呢 就是修清净 修平等 修觉悟 你看极乐世界那么大 往生的菩萨重 无量无边 可是大家通通都能够保持什么呢 清净 平等 绝 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得住呢 关键一点就是 阿弥陀佛在那里 天天在教学啊 不但佛菩萨在那里教学 连无情众生也都在教学 山河大地 树木花草 天上飞的鸟 连七宝池里面的水 也都能够讲经说法 这个人怎么可能会胡思乱想 不会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妄想那么多 听经的时间太短了 一天能够听四个小时就不错了 现在还有很多人 一天可能两个小时都没有 甚至一个礼拜才听两个小时 所以道场里面 应该讲经说法的时间越长越好 人数越多越好 也就下一个小时就要